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11月4号星期六 关于李克强遗体告别式 有很多的造假 官方有很多的造假 很多的作弊 那么也有很多的谜团 其中一个重大的谜团就是 为什么新闻发的那么晚 当天11月2号 是后来报道说 习近平等人早上9点来钟 就举行了遗体告别式 但是大半天的时间 中共的媒体只有一条新闻 就是天安门下半期只有一句话 一直到下午3点过后 才陆续的有新闻出来 这是一个谜团 另一个谜团就是 为什么相关的视频跟以前不同 就是习近平蔡奇等人 跟家属亲属 慰问亲属跟亲属握手的时候 只有李克强的夫人 那么其他亲属的镜头没有显示 因为以前慰问亲属都是一排走过去 一次的握手 一排走过去 那么现在没有 这个谜团终于解开 这个谜团怎么回事 我们先还是再放一下这个视频 让大家再回顾一下 再解释 就是一体告别式的视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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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说遗体是假的 甚至说李克强的太太陈宏也是替身假的 且暂且不说这些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就是谜团现在终于解开 为什么这些慰问亲属的时候只有李克强夫人陈宏站在那里 然后镜头只是他的侧后方 没有他的正脸 那么现在一个重大的谜团解开 那就是李克强的女儿坚决不与这些罪人握手 抵制 那李克强的女儿站在哪里呢 李克强的女儿站在母亲身后 右后方是他的女儿 本来陈宏的右手边应该是他女儿的位置 如果他女儿站在那个位置的话 那习近平 蔡奇等人过来握手就一致握过去 就跟前不久看见的李鹏 江泽民等等这些追悼会的情况一样 告别仪式一样 但是他的女儿故意站在他后面 这边无法跟他握手 这就是他的女儿的态度 非常坚决 不跟罪人握手 然后过来只有一个空缺 中央电视台不好照 至于后面的人有没有握手 那都看不出来了 出现了一个空缺 中央电视台就无法处理 这就是为什么央视的镜头只有一个角度 就是从右后方造李克强的夫人 连他的女儿都没造到镜头里面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此发新闻 就是不断的剪接 不断的选 不同角度拍 最后终于找到一个角度可以避开他女儿 也避开尴尬 所以这就是大家看到的场景 就是七常委国家副主席慰问了只有李克强的夫人站在那里 而李克强的夫人陈宏只是后右侧 后右侧你看不见他的表情 如果他露出不满的表情 不屑的表情 甚至愤恨的表情 或者是怨恨的表情等等都看不出来 所以不能让他看见他的表情 中共也防 蔡奇一方也防陈宏临时闹灵堂 临时出现什么表情 而他女儿也临时可能闹灵堂 大家看到右手边这个男的应该是个特工 他不属于亲属 因为亲属要站这边 那个人戴个白花是什么呢 应该是特工 出了军人 军人是个仪仗队 是个仪式 那那个戴白花站在那里穿西装 打领带那个应该是个特工 不属于亲属行列 但是站在那里 这是李克强的女儿 如果李克强的女儿大家看不清楚的话 这回说是李克强的女儿一直很低调 很朴素 很神秘 那么一般外界的不知道 不知道他不了解 甚至不知道李克强有个女儿 还有人误传李克强有个儿子 那这个女儿是最近李家自设灵堂 设灵堂有人去半夜的时候拍照这个女儿的镜照 看上去非常的朴实无华 低调 不张扬 看他女儿的镜身照 说是镜照第一次被人看见 这是李克强的女儿 说轮廓是综合了李克强和陈宏 长得还比较像 那么看上去确实是很朴实无华 低调 不奢密 不张扬的形象 所以这个就对上号了 这就是他女儿 说站在陈宏后面的就是他的女儿 这是一致的 说他站在这个位置 可以说中共可能做了大量的工作 最多就是让陈宏最后董同意顾全大局到了灵堂 但是他的女儿坚决不站前面 因为站前面就被迫跟这些人握手 而他坚决不跟这些罪人握手 这就是李克强女儿的态度 坚决的态度 那么李克强的女儿 李克强的女儿不仅是朴实无华低调 坚决不跟这些人握手 而且他没有留真名 看他送了花圈 上面写的什么呢 是看看这个花圈 他们母女俩送了花圈 你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陈宏些女儿尽献 陈宏些女儿 没有写女儿的名字 叫什么名字 说外界至今不知道他的女儿叫什么名字 他的女儿是 据相关的一些消息显示 他的女儿是先在北大读书 后来去了美国的哈佛大学读书 就跟这个习近平的女儿 习明泽一样 习明泽大概先是在北大或者清华 后来就到了哈佛大学 那么说是在后来十八大 2012年之后 很多领导人的子女就回去了 为了重新显示一个形象 当时回去了报道有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 有李克强的女儿也回去了 还有李源潮的女儿在美国留学也回去了 但是后来过了几年 发现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又出来了 那么当时家庭不合 习明泽觉得在中国没有自由 进出都受了跟踪 中南海高强就跟监狱一样 坚决闹着要回美国 结果大概在大瘟疫头一年左右 美国这方多方证实他回到了美国 虽然他已经从哈佛大学毕业 但是他喜欢哈佛大学的地方建桥 他又住在了建桥那一带 当时为此习近平跟彭丽颜 发出了很多的矛盾冲突 最后彭丽颜是支持女儿 再次回到了美国 那李克强的女儿据说是留在了国内 按照最近的介绍 说他母亲说孤儿寡母的是最穷的总理 女儿还没有工作 所以这个情况不得而知是否没有工作 不得而知 或者说没有去做自己这种不合适的工作 要随便找工作都要找得到 可能是想找一个适合自己做的 这是他们的家庭情况 但是相比之下跟其他领导人相比 李克强家是最低调的 低调的你找不到一张全家照 你也找不到他女儿的相片 然后他女儿的名字也不为外界所知 所以李克强本身是很低调很朴素 一条皮带用了很多年 以至于这回在合肥老家 有人就专门献上一条皮带 意思说你一辈子没用好皮带 走了就用一条好皮带吧 那李克强的女儿看上去也是像他父亲一样 很低调很谦虚很朴实 不粉饰不张扬 以素颜是人 这就是李家的风格 所以这回最大的看点其实就是李克强的女儿 最大的看点只不过被忽视了 所以就可以看出反常之处在哪里 反常就是反常到新闻到了下午晚间才出来 反常到媒体的角度只有一个死死的角度 陈宏的右耳 右后方 然后没有亲属在场 就因为他女儿的抵制 这个可以说已经是很清楚了 所以李家这个女儿很了不起 可能开始的阵仗根本就不会去出席告别式 结果中共这方派了很多人做陈宏的工作 包括彭丽媛一天到晚陪着她做工作 所以最后彭丽媛在场就是为了押金给陈宏的押金 表示了有一个女性 而且要给中国人民制造一个误会 以为习近平夫妇跟李克强夫妇似乎还有什么私交 因为彭丽媛在场 似乎彭丽媛跟陈宏还有什么私交 而在之前传出最后一个星期 彭丽媛一口一个陈宏姐陈宏姐喊来喊去 然后是不断的做工作 最后出现了一个罕见的场面 看其他领导人过世 彭丽媛绝对不在场 只有李克强遗体告别是彭丽媛在场 所以这些谜团就逐渐解开了 但是她的女儿 陈宏的女儿 李克强的女儿始终被配合 到了领堂 我也不跟你们握手 所以我站在母亲的背后 那个位置里面空着 搞得党媒党报拍不下去 不敢拍这个位置 所以你不可能死拽 你在灵堂上敢把人家拽过来吗 你上几个大历史去拉 像当场的把胡锦涛家里了 是不是当场去拉陈宏的女儿 李克强的女儿 肯定不敢 用灵堂上动静太大 而且人都在络绎的走动 而且这回灵堂还驱逐了外国记者和外国媒体 这说明怕灵堂出现异常情况 所以外国记者 外国媒体到了八宝上一代 受到中共方面的粗暴的驱逐 这些特务特工上去驱逐 就是不让外国记者排到灵堂的情况 因为上回二十大的时候 并不是当胡锦涛要看这些名单的时候 栗战书劝他不要看 王胡英大喊千万不要打开 习近平一看下不了台 叫高级特工把前总书记胡锦涛当场驾离 那个时候正好中外媒体都在进场 所谓的中外媒体都拍下来的镜头 流传于世界 使二十大蒙上阴影 以舞弊政变 非法无效留下了阴影 留下了后果 二十大就那么开砸锅了 烂尾了 所以这回他们吸取教训 灵堂上绝不让外国记者 外国媒体进去 生怕拍到异常的镜头 所以陈红的女儿这个表现就可以说非常的异常之举 而中国方面不敢把他怎么样 是这个情况 当然 灵堂上很多的造假 很多的造假 最大的造假是遗体 从来没放过遗体的正面 侧面 其他各方面 如果说遗体是假的 遗体是蜡像 那是用当说 就算遗体是李克强 我说过 知水不灶坛的面容是因为是下毒身亡 下毒的时候身体会肿胀 会变得庞大 就像拿破仑 拿破仑死前的状况一样 牵中毒 所以李克强是中毒而亡 不敢拍他的面容 所以这些情景都可以看出来了 这些人的表情 这是蔡奇在灵堂上的样子 给人感觉不是悼念 不是慰问 是说悄悄话的 表示感谢你 顾全大局来了 配合了中央的工作 待遇不变 你们家的待遇不变 仍然是总理家属的待遇等等 无外乎就这样 习近平跟陈虹握手 很不自在 表情很不自在 心很虚 而陈虹没有话可说 习近平嘟诺了一句 还想嘟诺第二句 陈虹已经把眼睛想下一盏转开了 习近平被迫离开 而离开之后却没有第二个人握手 所以中央电视台的镜头就到此为止 切断 当然 说了造假 很多造假 很多的造假 遗体造假 场面造假等等 其中一个造假就是伪造政治老人的花圈 政治老人是集体的抵制 既没有出席 也没有送花圈 这是肯定的 否则的话 李克强是他的大弟子 是他一手提拔的 如果说李克强正常死亡 胡锦涛一定会出席 哪怕是风筑残念 楚筑拐杖 被人搀扶着也会出席 但是李克强非正常死亡 所以胡锦涛要求他们真相 不会出席 其他政治老人也不会出席 所以最后伪造了一个花圈 表示他们送了花圈 伪造的花圈是这样 政治老人的花圈 胡锦涛单独列了一个 其他政治老人并在一起 上面写了什么 大概有李瑞环 朱镕基 李瑞环 温家宝 吴邦国 张德江等等 就把过去当个正国级领导人往右边列了一下 但是这些都是印刷体 不能够证实是政治老人送的 所以我说他是伪造 也是造假之一 现在的这个政权 这个极左政权 什么都造假 整一个假之了得 觉得没有假就没有这个政权 没有这个江山 所以一切造假在所不惜 这是临场的场景了 关于李克强的女儿 只是这一回才透露出来 她在北大学在哈佛又读书 然后是回到 那么其他情况是一概不得而知 但是尽管不得而知 这个非常低调 朴实无法 以素颜识人的李克强女儿 但是可以说这次有一个壮举 有一个惊人的举动 也在中国的当代史上会留下一笔 那就是拒绝跟罪人握手 自己往母亲身后一站 摆出一幅捍卫母亲 捍卫家族的样子就行了 其他人休闲来握我的手 因为某些人的手太脏太黑 干了什么事 你们心里很清楚 所以这次遗体告别式 就一个遗体告别式 中共想掩盖 蔡奇想处处作弊 处处造假 掩盖一切 但是却曝光了一切 暴露了一切 大家再看一下这个场景 回顾一下这个场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阎智 willkommen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作弊造假 这就是极左政权的特性 下面我跟大家在线互动 在线问答 提醒新来的朋友 记得点击订阅本频道 陈破空 中乐天下 按下小铃铛 也收到及时的节目通知 小铃铛四个选项 请选第一项 另外也敬请新老朋友 继续点评 点赞和传播的节目 留下一个点赞再走 感谢大家 有些五毛党假装在这里散步 说女儿没有资格握手 让他们去看看江泽民 李鹏和前面 这些所谓党和国家那种去世的镜头 当时习近平跟李鹏的夫人朱铃握完手 接下来就是李小鹏 李小勇 李小龄 李小龙还是个逃犯 手上有命案逃到了新加坡 习近平特批他回来奔上给他父亲 说一个罪犯都站在庭上 灵堂上握手 说这些五毛党知识变不够 虽然被中共派出来 跑来当水军网军 从监狱中挣公分 但是知识变太窄太小 说中共都觉得他们讲得太差 彩老师 蔡奇现在心里会不会害怕 因为自己随时可能被拉出来记齐 蔡奇这个人看上去是个大脑粗 不太读历史 她要读历史就是她今天扮演的角色非常危险 不仅不光彩而且非常危险 历史上这些角色不管你是赵高也好 是其他的这些全城奸城 什么明朝的这些太监也好 你这些扮演太监的扮演宦官的 扮演皇帝身边的专门干坏事 帮皇帝干坏事的 最后绝大多数都没有好下场 绝大多数 但他可能庆幸说 那个秦桧是全身而退的 好像秦桧当时没被处死 那就是少有的例外 其他的全城也从上弄下来 包括魏忠贤 明朝说近一点 魏忠贤当朝二十多年了 深受皇帝的宠爱 但是后来也是死于非命 这些都是例子 坏事干绝 为了什么皇帝坏事干绝 但最后都是受到其他方面的清算 只有像少数例外 绝大多数都是非常危险 死于非命 赵高这些人是个例子 所以蔡奇不读历史没办法 而且说的当代史都是历史 说的历史都是当代史 他说历史是一面禁止 只要王朝在循环 历史就只有惊人的相似 这里有个人说 习主席千秋万代直到永远 这个人像金庸写的武侠小说 什么邪教教主 什么千秋万代 什么 其乐享受等等 邪教教主才千秋万代 所以这些帮他抬教的人 实际上说的是邪教教主 五毛知识水平就只有五毛 王沪宁和蔡公公会不会被心脏壁 这些他不读历史 王沪宁还读了点历史 说现在有点低调 蔡奇是不读历史的 历史有名言 说高鸟进梁工长 是敌国破亚蒙尘亡 等等这些说法 焦兔使走狗喷 也就是说你打猎打完了 这狗要被喷掉了 射箭射完了 弓箭就没用了 射鸟射下来了 弓箭没用了 敌国破蒙尘亡 把对手打倒了 帮你出主意人就该死了 所以这些人不懂得皇帝的道理 皇帝的蒙虑都是怕身边人 说蔡奇也好 王沪宁也好 到时候都可能是被杀人灭口的对象 因为知道的秘密太多 现在尤其蔡奇知道全部的秘密 那如果说朱德当时被谋害致死 给朱德看病的医生 全部被杀人灭口 朱德的病例全部被销毁 为了掩盖 后来其他一些人 像最近一些企业家都被杀人灭口 那接下来的话 蔡奇可能是真要杀人灭口 把李克强这段历史 阴谋与历史的城土 除了要从北京杀到上海之外 杀很多人 蔡奇恐怕是最应该被灭口的人 只是迟早而已 时间迟早而已 极可能被灭口 李强危险了 李强不断被爆料 危险 一群怪之手 鹅鱼 鹅鱼的眼泪 但是鹅鱼的眼泪要挤一点出来 挤都挤不出鹅鱼的眼泪 像彭丽媛 假装一副 好像非常悲伤欲绝 要哭不哭 好像一张脸要哭得稀烂的样子 结果一滴眼泪也没有 所以装都装不出来 没感情装不出感情 只是一般中国人不了解 还以为第一家族跟第二家族有什么私交 其实毫无私交 根本不来往 中共管增多 连事者伤事都要管 接下来头七法要不要管 所以李克强的家属已经做好准备 不跟官方合作 所以在家里制设灵堂 既然你不搞追悼会 不搞智商委员会 很多事情都不搞 甚至遗体告别事双方都谈不拢 所以在最后阶段 经过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 所谓利用威胁加起来 勉强搞遗体告别事 哈佛大学的地名叫建桥 哈佛大学的地名叫Cambridge 所以很多人误会 以为说的建桥大学 建桥大学是英国的建桥大学 Cambridg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以及英国伦敦的建桥大学 伦敦的郊区 建桥大学 牛津大学都在那里 但是美国的哈佛大学 那个地方的地名叫Cambridge 所以不要搞错了 没有来过美国的人 就学一下这个 了解一下这个 是个常识 没关系 没有来过美国的人可能不知道 没关系 可怜的陈红和他的女儿 真的怕他们哪天突然被消失 他们消失没有意义 因为他们并不知情 都不在场 所以他们并不掌握什么秘密 掌握秘密的要消失的是蔡奇这些人 蔡奇或者跟蔡奇相关的 比如什么王小红 还有有人提到的上海武警司令成员 如果说有可能的话 但是大部分是来自于 中办特勤局这些部门 老胡本应出来才对 道理就很清楚 老胡正因为没出来 就说明了高层谈不拢 政治老人跟习近平彻底分道扬镳 李克强之死是一个分水岭 政治老人跟习政权没有关系了 你搞你的 我们休息我们的 没关系了 胡春华前的部出现 已经说明了 胡春华也没有出现 不得 但汪洋肯定没出现 因为汪洋是退任后的政治局常委 如果说有名字 他的名字应该在 或者人应该出席 但这个花圈没放完 可能把花圈往后摆 还有把汪洋的名字也强加在上面 有很多听传师向破空爆料 那有可能 团派大楼一个没出现 说明一切 政治老人也一个没出现 不要说是团派大楼了 哈佛有很多奖学金 总理的女儿应该跟总理和陈老师一样 真才是学 那或者女儿就算了 那当然 李克强和陈华都算是高材生 都高学历 所以女儿耳中不然 家庭影响也应该是 破空老师 曾切红会不会反击二百斤 他不可能坐以待毙吧 那就看还有多少实力 看有多少能量和实力 这个中共内部的教练 不会到此为止 会持续下去 李小姐多大了嫁人了 这不得而知 说他非常低调 到现在为止 连李克强女儿的名字都不为人知 就说明李家的确很低调 上网却找不到他们一家的 何影早都找不到 不像某些家庭 不断的炫耀 炫富 摆谱 摆阔 到处摆 摆不完的阔气 吃不完的大餐 破空 你信法轮功吗 我想可能是新朋友 我在我的节目中多次介绍过 我的信仰应该是基督教 是上帝 是耶稣 法轮功是我们的朋友 所以一定要搞清楚 有人跑上来乱骂一气 法轮功跟民运是两个事 我是民运人士 不是法轮功学员 大家要搞清楚 感谢问 有新朋友 这说明新朋友很多 如果说老朋友的话 都很清楚海外的情况 陈老师 如果中国和美国有一天真的为敌 那么在美国的中国人会不会被整治 当然不会 美国是民主国家 怎么可能呢 在二战的时候 当时美日为敌的时候 一些日本人是受到了 就是美国方面的歧视和破坏 那毕竟是上个世纪的事情 而且当时的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很少 现在根本不可能 是中国人 当然因为中共祸国给中国人带来不利 大瘟疫爆发 或者中共那边又有什么重大事情了 华人都会受到很大的压力 在海外的中国人和华人 被人都投了一样的怀念的目光 这是因为中共祸国辱华造成的 海外的中国人和华人遭受连带 但在制度上 在生活上人人平等 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 所以根本不存在 中美开战 华人受了影响 到时共产党的特务 当然会被受了影响 会被清除来 那是毫无疑问的 只是清除了多少而已 海外的华人 海外的中国人 在他们自己的国家 所享受的自由 平等和权力 远大于在中国 全世界的中国人算起来 受迫害最深重 或者被剥夺权力最多 就在他所谓的祖国 哪怕这些华人在香港 在台湾 在东南亚 在世界各大之外 他们都能够基本堂堂正正的做人 都可以平等的又尊严的活着 但香港现在的沦陷 恐怕逐渐会成为一个例外 成为共产中国的一部分 也会成为被迫害剥夺的对象 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收听 再见